作为天榜第一高手冰服 这一次的任务是隐藏身份 显入故事 帮助故事集团的思商子 顾春彭高手故事 你本次的身份 是一个叫做谷月盈的面试 助理面试成功 我突然有路上来 绝对不能让我出现成功 形象不错 但在故事工作 挖瓶是没用 我的能力比形象更出色 不错 不好意思 你别怕死 臉钉 估计 瓜哥 你不是挺能跑的吗 敢在他脚尖桶上等吐 上 Tell me the truth This is the end I feel like lose my sight Tell me the truth This is the end I feel like lose my sight Can't find my way Don't know I feel like losing my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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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ight place is the best I feel like losing my mind But they haven't got my mind Open 怎么了 你什么习惯了 吃一个吧 吃了就好了 好啊 尝啊 你快走啊别管我 嗯 啊 别打架 别 别打了 嗯 嗯 你 月言你别睡 月言你看你的心态我帮你找到了你整个眼看看 月言月言千万别说月言你醒醒 月言千万别说月言 顺月言 月言千万别说月言千万别说月 月言全 月言千万别说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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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派在家日 月言千万别说月言 月言都杂了 月言百我对我爱你 月言百我说月儿 月言里来说月言有什么技能 盡力不错就趴吧急着上岗 这个顾天成不是顾市董事长顾顺华的儿子吗 帮助他搞款自家产业 喂跟你说话了 现在可以去顾总罗的助理工位上了 你也出去 他 我想你了 抱歉顾总说暂时免打扰 你有眼色的东西 我和顾总是什么关系 连我一都敢懒 她男朋友 天陈 你跟我来 你这张脸确实 pa 看你不会以为就靠里 就能勾引到天堂了吧 所以你是靠什麼勾引的工作 閉嘴 實習助理而已 他妄想在顧總面前裝傻聰謀一步登天 你看起來我說啥 你果然對天誠動了心思 我勸你趁早死心 老老實實做好你自己分內的工作 否則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是他自己怎麼不長眼睛 不是天學真的不 做事不夠溫妥怎麼聖人故事高果呢 你跟我走 不願意你跟我等著 他升高了抹了會舒服鞋 謝謝顧總 顧總跟許小姐 在一起很久了嗎 許小姐有顧總顧著真好 沒想說什麼 沒什麼顧總別誤會了 顧總你別想多了 出去 出去 這就是你的新助力吧 這就是你的新助力吧 果然氣質不同 你要做什麼 當然是有個好消息特地來告訴你的 你的新項目批下來了 還有事嗎 天誠 這個不是個小項目 若是失敗了 公司至少有30%的現金流會出問題 所以呢 天誠 你剛回故事不久 不然 這個項目我來幫你做吧 就不勞反顧副總 我主要是怕這個項目 若是出了問題 爸那邊也不好交代吧 響 說的倒是好聽 目的還是搶項目 原來是不白雷軍呀 好 那你先忙 有事兒記得來找姐姐 顧總 那我也先出去了 幫助顧天承走 好 醒醒 醒醒 啊 你很不熟悉的 這故事的故主太帥了 是啊 像當年一樣 帥的讓我起動了 多年前 顧天成是顧城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這個任務交給別人更新 你開什麼玩笑 我可是天榜第一高手冰湖 早就不是當年那個小女孩了 如果讓他知道當年真相 那就不讓他知道 不過你過來找我 就是為了說這些廢話嗎 新任務 也只能由你來完成 故主是顧天成的父親顧城華 做個無間道 顧城華讓你盯住顧天成 不要讓他做對故事不利的事情 兩個相反的任務 三倍的抽筋 現在你知道 以雷哥為主了吧 你想好了嗎 一旦入了組織 要接受非人的訓練 才能成為天榜的高手 想好了 只要你們能履行承諾 治好我母親的病 我沒有顧慮 真的沒有嗎 我沒有 難受了就別看了 我和天使要去吃饭 你来开车 顾总 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 感觉好像在哪见过 顾总认错人了 天晨我们快去吃饭吧 人家好饿 顾总 补助理 送完我们就先回公司送完键吧 孩子在搬吗 出来故事怎样勤奋一些啊 走 请值宵夜 顾总对每个助理都什么好吗 还疼吗 不太是 看得出来顾总很关心学校这样 我曾经喜欢一个住在老街的一个地方 后来我家里出了点事情 或许是她觉得我没办法给她想要的生活 所以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离我而去 那还挺遗憾的 你们两个人的名字只唱一个字 长得也很像 顾总你别开玩笑了 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何必再提起来图层板脑 你说对 为什么你给我的感觉那么熟悉 什么月言 为什么你忙 对了 明天有个重要的客户要见 你准备一下 好的顾总 又是顾月夜 古城 谢谢 你把项链送回来 哟 这不是谷助理 好巧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 我不能在这里吗 还是说 你怕被我看到 背着我 搁引天成 我要是真想搁引顾天成的话 需要背着你吗 你是不是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顾月言 我警告你 天成请你吃饭 只是为了替我道歉而已 是吗 我刚才跟顾总吃饭的时候 没有听他提起过呀 你还亲嘴 我都要看 今天还有谁能帮得了你 这句话 原封不动的还给你 上次你泼我一身开水 今天这一巴掌 你亲了 你敢打我 都打了有什么不敢的啊 哎呦 许主管 你就这点胆子啊 大半夜别出来吓人了 下次你要是再敢惹我的话 可就不是你发生这么简单的事了 唱歌 你头发都弄了 我认识你 你给我等着 顾总 言情有为 这次的项目就全靠顾总了 那就辛苦刘总了 刘总 行 對 顧總 我派車送你回去吧 為我走走 散散者欺 我母親八年前就去世了 我是個私生子 小时候我妈把全部的希望 都寄托在我身上 活得很累 直到我遇见了她 是一个什么样的呀 她 很特别 独立 倔强 穷困潦倒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她被小混混打 也被偷了小混混的钱 感觉 你还想着她呀 是啊 我还想着她 但是我也恨她 我恨她的评告而比 我当年我已经创下了我自己的公司 即便我母亲死了 我依然有能力给她好的生活 你说 这样你呢我该不该恨她 顾松 弄疼我了 果然是你 顾松 弄疼我了 顺月言 果然是你 顾松 你真做人了 现在这种调转 很流行的 她不清楚有没有修复过的痕迹 很流行吗 是啊 顾总时间不早 我先回去 没有修复过头 没有修复过头 我先帮她 wohl 你还是走 在什么 第9 gi 假趣的 对 一定是你 幫我辦件事 騙誰這份文件你處理一下 好的顧總 顧助理 你還記得你這個項鍊是在哪買的嗎 好多年前的事情 已經不記得 晚上吃個飯吧 好 好啊 你建議跟我聊你的項鍊嗎 這項鍊是我已故的前男友送的 已故 顧誰 你怎麼知道我以前的名字 顧總你沒事吧 你故意涉及嗎 已故的前男友陳月妍 你是不是該跟我解釋一下 你是不是該跟我解釋一下 你想聽一個什麼樣的解釋 我編一個給你聽聽 為我說一句真話就那麼難嗎 你不是已經知道原因了嗎 我就是你說的那種 為了錢跟了別人如魚 八年了 我一直以為你有什麼難言之言 現在我只想聽你說一句真話 好啊 跟我走 讓他 嗯 幹什麼 你不是想知道我是不是這種女人嗎 我正面對你看 陳月妍 是個八年都有這種女人嗎 對不起啊 沒活著你想要的答案 嗯 徐志文 你在这在等我啊 有事吗 郭助理 上次的事是个误会 不想听你道歉 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什么 上次的事真的我不是故意的 毕竟在天成手下工作 大家就不能握手言和吗 能不能握手言和 你心里应该最清楚 我已经报过歉了 天成 天成还亲自帮你上药 这样还不够吗 我还眼上瘾了呀 你太过分了 这就过分了 我还有更过分的呢 要不要试试啊 要 天成 你们俩真是金头玉女啊 天生一对 一个演戏太真 一个入戏太深了 对一个生性良薄的女人来说 的确看什么都像在看戏 顾总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对了顾总 十分钟以后召开董事长护物 别迟到了 天成 你看他什么态度 如果你不凑上去 别人你哪里没办法 顾总 顾总 冰湖传来消息了 你看他 郭总 您拍的人 已经婚纪公司了 他来是这样的 是冰湖 既然是天榜第一 能力可想而知 接下来 就选秦氏集团合作 是我像这也是的亲儿子 这么多年你都要欠我母子吗 你不配说这些关 走去和我的好父亲开会 吵架了 吵架了 顾总 好好好 大家坐下吧 看到我们故事集团多了这么多新面子 我很欣慰啊 宣布一下 三天以后 我们故事集团 全力举办迎新晚会 天成 现阶段 你那个项目什么情况啊 顾董 这个项目 占故事百分之三十的现金流 风险太大 天成刚回来不久 恐怕 身为故事总裁 这种项目对于我而来说 不知一体 这么看来是我多虑了 走 啊 有合作的对象吗 秦氏集团的赵东家 秦玉 秦玉 秦玉海外学生归来 在年轻一辈里也算是佼佼者 咱们有合适的对接人选吗 已经有人选了 正好借今天立刻机会 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新总助 谷月延 能力卓越口才迪迦 是这个项目的不二人选 根据那位天榜高手给的消息 这秦玉贪财好色 让谷小姐去 会不会不太好 她最擅长跟这种人打交道 其实秦玉海外归来是有真本事的 顾天成已经上套了 决定和秦氏合作 这合作一旦达成 顾氏将得以保全 也算是给顾盛华三倍酬劳的一个交代了 你既然真舍得对她下手 那顾氏现在派谁去对接 我啊 你骗她 秦玉贪财后色 她为什么还要让你去 难道她已经认识你了 是 她当年看到我上了你的车 自从她母亲死后 她认定我是胎目虚荣的人 所以就换了一个有钱的男人 我这么看来 心里还是不容易 已经不重要了 对了 需要顾天庆的资料 早就知道你需要了 已经给你查好了 故事集团千金顾天庆 表面温文而养 正直善魔 但其实 在外表下云场 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名鬼 打开赌场放工地带 违法谋利的事情 没少 果然 是朵白莲花呀 如果你真和她对上了 一定要小心一点 这个女人没有底线 放心吧 我知道 秦总真是爽快人 跟故事合作 一定不会让秦总失望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冒昧的问一下 有小姐是哪次高兴毕业的 啊 我是志远高中的 顺岩 你是顺岩员对不对 你是顺岩员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果然是你 你还记不记得球场上那个小男孩 你还记得球场上那个小男孩 你没事吧 你的球没事吧 你真像个糯米团子 被球砸了 还跟球也没事 我喜欢看你打球 我不生气 你是 糯米团子 是我 我记得 当时因为你性格乱弄弄弄的 所以给你起外号叫糯米团子 不过这个绰号传开以后 大家都不记得你这名字了 对呀 后来在学校里面 除了老师 没人记得我的这名字 是啊 哎 对了 你怎么感兴趣 啊 呃是 是因为家里的事情 好 是不乖乖的 没事 好了 你先在这啊 就白再提吧 嗯 不过真没想到能在这再碰到你 当年还有传言说你喜欢我呢 真是太搞笑 如果 当年传言是真的呢 我在学校人员那么差 怎么可能有人喜欢我 当年是你母亲病重 你没有心思找朋友 后来你突然转学 也是为你母亲的病吧 啊 算是吧 算是吧 后来 王母的病怎么样 治好了吗 治好了 但是三年前 遇到了一场意外的车祸 最终还是没治过来 没关系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这人嘛 生老病死 正常 走 顾总 顾总 你还真是无处不在啊 你为了钱还真是什么都愿意做啊 是今天才知道吗 为了这份河头 为了在都市网上爬你 甚至可以牺牲事人来勾引他 顾天长 你发什么疯 顾天长 你发什么疯 秦总 海外流血前途无量 可惜这是个好色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堂堂一个早才 想法这人如此的龌龊 龌龊 要说龌龊 可能他不进行走万分之一吧 行了行了你俩别吵了 怎么 心疼了 啊 八年了 你为了钱还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啊 你的事情跟你好像没关系 八年 八年前你了解月圆多少 你知道你在他最需要包子的时候你给了他什么回头是我还小吗 如果你真的给他很多 那他为什么要转学 为什么要为他母亲那边四处奔波 你当年是因为你母亲才离开的 顾总 八年前你不是很关心月圆吗 你怎么连他的型号因此不了解啊 作为男人 你能看你 哦 行了秦月 别说了 对不起啊 这件事情把你也牵着进来 有什么事 打电话给我 放心吧 我会出版 你先回去了 你跟我走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八年了 你该给我个解释了 好啊 既然你想听那我告诉你 但是前你听完之后 可以滚吗 说 妈妈 我今天遇到了一个人 他跟我说 吃个糖就会好的 吃一颗 吃一颗吧 妈妈 吃颗糖就好了 你先进 吃个糖就好了 韩医生 梁丫头 你妈妈这病 韩医生 这是药钱先买一些药吧 后面的 我会想办法 梁丫头 银居这么多年 我也不想瞒你 你难道现在的情况 要送去医院 再拖下去 要事无意 我 我会想办法的 是 你 是 你 你是谁啊 身手不错呀 我这里有个任务 你接不接 说什么我听懂 只要你完成了任务 我会送你妈妈去最好的医院 接受最好的治疗 费用 我来出 你妈妈现在的情况 送去医院 在那次任务当中 我的脸受伤了 你认不出来我也很正常 我也没有必要 刻意跟你解释 所以我误会你了 好 现在误会解除了 以后你就当你的顾走 我就老老实实当我的助理 生活上我们都各过各的 OK 当年你母亲的事为什么不跟我说 为什么不来找我 你不是说过吗 你不是说过吗 我独立我倔强 跟别的寻承女孩不同 所以你还是没有忘了我 对吗 我早就忘了 要不是你用假车祸的事情 我根本也想不起来 不顺利这个东西 你说我 不然你为什么还戴着这套项链 乖 别人的私人物品 不要乱动 最终这是一场游戏 人的半以前也好吗 举着话 每年都是您和顾总的开场舞 真的是太羡慕了呀 就是呀 简直是万众瞩目 那今年 就是三年段了吧 是天成照顾 你们也有机会的 如果你这么漂亮的舞伴 顾总 你不会选别人的 嘿 顾总来了 你好 顾总今天好帅啊 今日是顾是一年一度的迎新会 希望各位新入职的员工 能够早日融入顾是这个大家庭 巡礼 今晚我会邀请一名舞伴 和我一起为顾是的晚会开场 好 好 你今天不是水族馆吗 这位漂亮的小姐 愿意和我共舞一曲吗 这位漂亮的小姐 愿意和我共舞一曲吗 别害怕 跟着我就好 没想到你除了打架翻墙 还有跳舞 顾总不知道的事情才多着呢 我听说网年顾总都会要求你的小情人 曲线跳舞 我看你 吃醋了 能请您跳支舞 你说什么东西滚开 你先休息一下 你先休息一下 我出去点事儿 出什么问题了 顾总 情况不大好 给秦氏的项目 一点出问题的苗头都没有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仅如此 项目一片火热 势头很猛 会不会 士兵湖那边的消息出了什么问题 我要见冰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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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带为转达 但是冰湖是否愿意暴露身份见你 就是他的事情 你说到底谁是冰湖 不管怎么样 他肯定潜伏在公司 股助理也是最新进公司立匹新人 他就是股 我相信他 这些都是我亲手做的 你多吃点 嗯 好吃 自从我母亲去之后 出了应酬 我已经许久没有跟别人一起吃过饭了 怎么没找许多管配你啊 我刚才没有关系 只是我刚才许多管配你 他刚才进公司的时候 他帮我说过话 嗯 然后 他就成了你女朋友 他一直在公司里说我跟关系不一般 我只是觉得没必要解释 为什么没必要 因为我的心 在八年前就被一只小眼貌为够 顾复 对不起 没打扰到你们用餐吧 你打扰到了 天成 你这可是 有人没人就忘了姐姐呢 顾副总 你手里没了大项目 果然是倾钱了许多呀 你有事吗 天成 我是看你最近太累了 今天还得加班 这不特地给你煮一顿装了 啊 顾副总你小心一点啊 这身上都弄脏了 不好意思啊 手坏了 我先去处理吧 谷助理老师最新就公司了一批新人 您说会不会他就是朋友 下班了吗 我在楼下等你 我有点事我下楼一趟啊 你陪你 不用我我自己去就行很快回来 去给我好好查这公主 许主管 怎么自己一个人在办公室吃泡面 难道天成没叫你一起吃饭吗 你已经下班了 顾副总过来 是有什么事吗 我就是在外面看你自己一个人吃饭 有些好奇 刚刚天成叫了谷助理一起吃饭 可是比起谷助理 你在天成身边的时间 应该是更长的 刚刚才看到谷助理迪苏从就跑了出去 也不知道是谁找他 月爷 糯米团子 你怎么突然来找我了 是这样的 那天看到顾天成那样对你 我有点不放心 所以来看看你 哎 我们这边是什么 我们之间只不过是有点误会 不过现在都没事了 你怎么了 是这样的 月盐 这不你刚的故事不久啊 我会去麻烦 要不然这样 你到我的公司来 这样的话 我也要找你 好 日后我在故事混不下去了 一定定去找你 好 如果他对你不好 就去找我 好 放心吧 你没事吧 冰湖不想见你 不过汇报是在每周六给你传讯 追到了 郭助理的项链是可以装照片的 这一点郭总知道的吗 想什么呢 回来了 饭都凉了我给你热一下去 哎不用了 我吃饱了 去到酸辣当年是为你修演 又想偷看我的私人用脸啊 想到没 听说过冰湖吗 听说过呀 都卖人物吗 好了 好了 沈月妍你究竟是不是冰湖 还有 你照片里藏着的人是谁 哈哈哈哈你想干嘛 哈哈哈哈 没理论不要紧张吗 很快就过去了 哥几个技术很好的 一定让你 舒服舒服的啊 哈哈哈哈 怎么了 ہو 啊 呀 啊 啊 呃 啊 别拿了别拿了 我剛才熱身的 給我 怎麼這樣啊 我為了不想啊 就別人拿出來 讓我能這麼做的呀 那竟然讓我 說雙腿 他讓你 讓我雙腿對他去 如果你是同意的話 他同意同意 我保住我的肚子 保住我的肚子 啊 事情辦成了嗎 事情辦好了 不過有這些情況 你不過去看一下吧 不是說人在這嗎人呢 人 不就在這嗎啊 哈哈哈哈 你們要幹什麼 幹什麼 當然是 你讓我們幹什麼 我們就幹什麼啊 哈哈哈哈 顧總 我們就真的不見冰湖了吧 山不來見我 我自由回去見識 顧總 周六冰湖傳消息 不如 我們在辦公室裡裝個監控 你太想看冰湖了 堂堂天榜第一的高手 怎麼可能連監控器都放心不了 就換個監控器吧 就換個監控器吧 啊好 我這裡去準備 冰湖 我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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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他要見你 被我拒絕了 他今天試探我 有沒有聽說過冰湖啊 他應該已經開始懷疑你了 接下來你行事要小心一點 放心 我有數 你要和他保持距離 別忘了 當年他媽媽的死和你脫不了干系 抓賊了 快來人 我不會忘了 我不會忘了 明天周六晚上跟我吃飯去吧 我明晚有事 酷甜吧 好 月顏 你真的每天出過冰湖嗎 冰湖 不是都賣人物嗎 那 沒什麼 只要不認識 希望你沒有騙我 顧總 查到了一些古月顏的消息 他的真名叫深遠 而且 他跟顧天成八年前就認識 八年前 去查他們兩個當年到底發生了是吧 是 顧天成深月言 我倒要看看你們兩個在耍什麼 顧總 現在有人進辦公室了 肯定是冰湖 哦 讓我來會會這個天榜第一的真命 我到底是該叫你鼎鼎有名的天榜第一高手 還是該叫你女朋友吧 嗯 我該叫你天榜鼎鼎有名的第一高手 還是該叫你女朋友 隨你喜歡 我給天榜傳訊你不肯見我 你到底是因為你另外一份身份不想讓我知道 還是因為你沒臉見我 我為什麼要見你啊 你覺得說我很有趣是嗎 顧總 我只是在進行我的工作而已 也請你不要入戲太深 可是你明明可以告訴我啊 我們都有成年人啊顧天成 成年人的世界里不是只有黑白的 如果我跟你說 我還沒想好怎麼告訴你 你會信嗎 月圓 你究竟哪句話是真 哪句話是假 你看 我就知道 我說也不說 都沒什麼理由 好啊 英虎小姐 那作為你的故度 情勢集團的事 你是不是還欠我一個解釋 情欲的消息穿透 是我的失誤 你可以去天榜 申請完 對我發現了 所以想一走有真實 可據我所知 天榜有個不成本的規定 任務者必須對自己的任務負責到底 否則似乎是有不清的懲罰 杜老闆 你多虑啊 就這麼想跟我劃清界限什麼 哪怕都受懲罰 不過很可惜 我現在並沒有壞人的打法 給這個藥品找個運營公司運作一下 但不要讓讓這個項目做起來 冰湖小姐 希望這次你不要再讓我失望 等會兒 顧總 你是想讓我 顧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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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這個給你看嗎 送你的 工作 你不就是靠這個搞定的情欲嗎 冰湖小姐 這個軍 謝謝 顧總 您的車已經在都沒法看了 我已經安排上的情欲了 這不是有現成的人嗎 既然古助理這麼會騙人的話 那洗車應該也不再化行 啊 哎 呦 這是誰啊 這不是古助理嗎 天成竟然使得讓你幹這種髒活 我跟天成在一起的時候 天成可從來不讓我做這些事情呢 看許主管的樣子 像是好的 像媽忘了朋友 古月言 這可是在大庭廣眾之下 你要是敢對我做什麼 被天成知道了 你在他心中的美好形象 可就沒有了 啊 我拿了 我的蛋糕 天成 我親手給你做蛋糕 我準備了三個小時 自作孽 不 自作孽 是 是 是 我是比不上你們狼情愜意 需要我給你們鼓掌 顧 你怎麼能這樣 你明明知道今天是天成的生日 你就算再不喜歡我 你也不能把我給天成準備的蛋糕打爛了 你太過分了 原來今天是顧總的生日 顧子的許主管打扮得像花孔雀一樣 某人與我相識八年 可關係卻比不上與我相識三年的許倩 好好取出 冰湖小姐 上次交代你的任務完成得怎麼樣呢 運營公司已經選好了 沈輝公司 業界運營的龍頭 上個月 他們公司的運營主管跳出去搭幹了 這主管一跳槽 他們公司再無能人 可以讓項目不知不覺的流淡 真是辛苦兵 顧小姐 為了完成這次任務 你一定做出不少犧牲的 是啊 為了任務 顧總送你的衣服的彼此來了 為了任務 顧總送你的衣服都被撕爛了 深月炎 真是可惜 顧總 跟情緒的項目大火成功 嗯那個 公司的同事們 不吵著讓你請客吃飯 你看 我知道了 去查一下是回公司 大家聽一下 為了慶祝本私與情世集團合作大火成功 今晚聚餐 把這份材料想完明天要用 許諸文你是連自己的工作都不會做到什麼 我的職位比你高 我說讓誰干誰就得干 怎麼了 我做的這份材料明天要用的 我過來好心提醒他一個 他去推三走私 許諸文你不去演習真是可惜了 張斯坎 欠了你沒有整車的小姐 好了 今晚的就算你不用去 不做完畢回家 會不會真是沒有電視 難不相信你這個滿口謊人的騙子嗎 嘿嘿 我這裡 是我要好好工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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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我 我 我 attachment 我討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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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次又打算用什么手段来 白看那样子 我用你求求我 我来帮你 为什么你玩得这么开心 带你分回公司了 对不对 刚刚说想帮我 哇 他怎么发呀 为什么这么发 你发生了 这个人 这个人 谢谢 羽颜 醒醒 醒醒 羽颜 醒醒 羽颜 醒醒 醒醒 羽颜 我 青 广 你醒了 领助理 是你送来的医院 而是 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你心里清楚 哦 呃 是那個 鼓鼠裡突然暈倒 好笑啊 不好意思啊 麻煩你了啊沒事 那個大夫說 你主要做營養好好養著就行了 顧總讓你醒了 請先去顧 哦 顧總有意外收穫 這是我花了大家心搞來的 深月炎 八年前顧天辰的母親 因為被人貼取的重要資料跳樓了 現在看來這個人就是他 顧天辰並不知道這件事 這麼說 是深月炎害死了顧天辰的母親 顧天辰 又是顧月炎 喂 許主管這是無能到狂怒了嗎 顧副總 有什麼事 我只是不忍心看你被蒙在鼓裡 好心過來跟你分享個消息罷了 你還不知道吧 顧月炎原本叫深月炎 他跟顧天辰呀 他跟顧天辰呀 八年前就在一起 八年前 是不是覺得自己很可笑 顧副總來 就是為了跟我說這個嗎 其實呢 這件事跟我也沒什麼關係 我只是不想看到許主管 耽誤前程罷了 女人呀 中關是要靠自己的 男人 靠不住 顧副總可以把話說清楚 我就是自眠意想 許主管是個有野心的人 他顧天辰呢 只是個私生子 許主管 許主管這麼能力超群 若是埋沒在爭風吃醋裡 豈不是可惜了 不如 跟我一起 他顧天辰有的 我都有 他沒有的 我也有 你跟我一起 我會讓你得到你想的當福氣 到時候 金錢和男人 措手可得 你保證 你說的都會兌現 好 我聽你的 沈輝那邊怎麼樣了 已經開始著手銀槍方案了 很快就能提交過來 患者發燒很嚴重 加上早期營養不良 患上低血糖症 翻譯還是吃 你低血糖這麼多年 都沒好好吃飯嗎 沒什麼呢 沒什麼隨便問問 其實 古著里人挺好的 那你能接受你女朋友騙你嗎 那個 我怕女朋友担心的时候 也会隐瞒一些事 这也不算骗吧 那如果她发现了呢 那就哄呗 虽然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她说 但绝对是怕她担心 这不是欺骗 如果我说 我还没想好怎么告诉你 也行吗 月妍 你不是故意骗 我女朋友跟我说 世界上有两件事藏不住 一个是咳嗽 另一个是爱 现在啊有个方法能让她彻底做 别急我先给你看个东西 这是 谷月言 晚上吃个饭去 顾总 又饭吃了 就吃个饭 台南101餐厅 那个出了名的网红情侣餐厅 顾天晨为什么给我去哪里啊 嗯 加油 加油 加什么钮 当然是抓住机会 我顾总送过 我下顾总 我支持你 哦 难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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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沈月妍啊沈月妍 你总是这样 做错了事情还希望结局圆满 你配吗 最后的约会 今晚就和他说清楚吧 我们之间是没有未来的 故臣对不起 天晨 你要去找谷月妍对不对 与你无关 天晨你母体担心自杀 是被人入室行窃 窃取了个优盘 说什么 我还知道 当年去你家推优盘的凶手试试 你 难道就不想知道真相吗 许前我警告你适可而止 我没时间在这听你胡说华盗 你要是感兴趣 现在就可以带你去看当年的健康视频 允许 有点耍什么话事 天晨 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我才是最关心你的那个人啊 你看我没骗你吧 杀死你抹气的人就是谷月妍 他一直在骗你啊 他只是在玩弄你的感情 这个臭头臭尾的骗子 喝点水吧天晨 别因为这种人心坏而生的 天晨 你别难过 还没有我在这呢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 就不骗我 我到底在期待些什么 我 小姐小姐 你懷孕已經一個半月了 胎兒可見胎兒胎心很健康恭喜你 難道是上次那次 我會把你生下來 好好照顧你 雖然你沒有爸爸 但是我的孩子 可以不需要夫妻 古助理 怎麼樣 昨天晚上是跟顧總約會是你嗎 你是說我一個人餓著肚子 等到餐廳下班這件事情嗎 啊 顧 顧總他 我現在有事先出去好 顧助理 哎 你昨晚 沒和古小姐出去吃飯嗎 人呢 啊 人呢 哦 顧助理 我剛剛看他下樓去了 你怎麼過來找我了 就不怕我暴露身份嗎 省徽公司那邊的方案做出來了 對市場來說是一份廢的方案 你如果想要完成顧勝華的任務的話 還需要連夜做一份新的方案出來 匿名投到省徽的郵箱裡 放心 我知道該怎麼做 你狀態不好 是被顧天成影響了 事情已經過去八年了 你現在是堂堂天榜第一的冰湖 怎麼還沒走出來 我心裡有數 不過你來找我就是為了這個呀 是 我是來提醒你 你別忘了他媽媽是怎麼死 你跟他走太近了沒有好處 當年 正是因為你盜取了 朱雅馨最大的秘密 他媽媽才會跳入自己上 如果顧天成知道這些 結果是怎麼樣你自己很清楚 是女言 果然是 總之 你們之間的事情你自己考慮清楚 不管怎樣 我都會支持你 深月言 我該拿你自己 我該不是 我該計畫的 你贏我們兩個心存在那裡 你呢 我想認識你 我該計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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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我該計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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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計畫的 你可以有空吗 你还想和我吃饭吗 带你去个地方 喜欢吗 最后的约会 就让我再放纵自己一次吧 好多年没回来了 没想到这里 还会举办古街灯会 顾总 还真是体贴呀 沈云妍 我喜欢你 我们好好在一起好不好 顾天真 你凭什么认为我们还能在一起啊 啊 堂堂堂顾总 是不是也太天真了 在你心里我到底算什么 做梦可以 但梦想 照不进现实 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 我觉得当做是玩了一场过家家的游戏吧 究竟怎么样我们之间才有可能 哪怕是一丝丝丝的可能 浅淡 看到天上的那些星星了吗 你把星星摘下来 或许我们之间 还有一丝丝可能 你把星星摘下来 你把星星摘下来 但是如果我们是 encaps的 他们是这样 对 绿岩 你也不过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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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我说 我说 大事 长大事 老师 我顾天辰发誓 这辈子只还深入眼一个人 疼他宠他 护他永不背弃 后面也不要再骗我了 后面 是演讲 我爱情 我爱情 还有一件 还有一件 今天是慢慢的 我带你去个地方 好 这不是顾春花妻子的梦 你带我来这做什么 你家当年丢失的那个优盆 是我拿走 你不惊讶吗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还 她跟你在一起了吗 你还记得我当时跟你说 为了给我母亲治病 我接到了一个任务吗 去顾家二楼书房 窃取一个U盘带来给我 报酬绝对让你满意 只要你完成了任务 我会送你妈妈去最好的医院 接受最好的治疗 费用 我来输 据我所知 再拖下去你妈妈可能没那么多时间了 丢东西不会让人跳楼 杀死她的 是她做的事情 而不是拖东西的人 顾晨 其实 那个U盘里的证据证明 你不是朱雅琴的儿子 顾天沁 才是她的真正女儿 你说什么 顾胜华的妻子林贤 才是你的亲生母亲 所以你才是 货真价实的顾氏继承人 当年朱雅琴 想让顾胜华娶她 尚未失败 她心存怨恨 所以将同时出生的你和顾天沁调换了 让她自己的亲生女儿 在顾家足足享受了二十多年的奢华生活 而你 则被朱雅琴 日日灌输对顾胜华的仇恨 为了就是有着一日能够搬倒她 毁了她的一切 但是你的真正母亲 后来发现端倪 她就自己暗中调查 得知真相后 她心理交错一并不起 你母亲在临终前 都很想尝试找到你 但是她派出去的人 全都被朱雅琴 悄不生气地给打过去 所以 有本事就是她以为又闻到了孤雄华的手里 害怕暴露 所以才选择自尽 如晨 你想哭 就哭出来吧 有本事是这样 以前她对我不好 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够好 我自己的可优秀 我把她每一句话都唠唠地记在心里面 记住 为什么你要给别人机会把我从你身边夺走 让我无依无靠扯过你 你不是不苦无依一个人 至少 我还在 月嫣 结果 孤生华这个任务佣金之高 你可能要用全部家当来抵赛 解除房产 资源 股票 还有其他资产都在这里 你玩真的 你还记得天榜的规矩吗 我记得 一旦有了在乎的人 就会有弱点 天榜规矩 入天榜者 必无软美 这也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二个事情 你决定 退出天 这可不是小时 你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了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有没有想过 若你跟顾天成没有走到最后 你该如何 我冰壶做事 向来无怨无悔 补助你 最近天成没找你麻烦吧 听说你们八年前就在一起了 还真是有缘分 我说顾天成怎么知道的 原来是你告诉他的 不过顾副总既然去查了 为什么不查得仔细一点呢 到底死的是谁的母亲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是吗 你不是喜欢去查吗 既然顾副总这么喜欢送消息 那我也回你 你大了 现在你知道了一切真相 还要继续搞法顾身吗 其实早晨年 我就创办了我自己的公司 但顾顺华为了让我回来继承故事 不惜用商业手段吞并了我的公司 商场有战场 成王败寇 我无话可说 但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 重新赢回来 我答应你不会再拼 我会将一切做个了断 从此与你好好在一起 哟怎么突然过来了 我怀孕了 是 顾真的 什么 顾天成他知道吗 老人说了 这怀胎前三个月不能乱说 我打算胎儿稳定一些 给他一个惊喜 你知不知道 这样会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知道 那他妈妈的事 已经解决了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说吧 你需要我做什么事 我 我不想再骗他 所以我要退出顾胜华的任务 你疯了 天榜规矩中途毁约三倍发生 顾胜华这个任务佣金之高 你可能要有全部家当的比赛 我什么东西 老爹出什么事了 这个大国天气 将来下 阿娜 是 我還要去公司開會呢 你不用開書會 你不再是陸家的人 爸,這是什麼意思 爸,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你不親他嗎 你的親生母親 不要跟他這樣 他要去那輩子 他要去那輩子 你不耐心 可是你這樣 不是我很高興 我還想到這輩子 我還小老人 我餓了那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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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餓了那輩子 我餓了那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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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這東西一定是假的 這是這是顧天臣顧天臣 他我搶他計程人的位置 他故意做的 他不是做的是真是假 我比你瘋狗 我還把這裏頭的身體 從這裏開始 你已經離開洞下了 哎李唯來的正好 你說我用這個相遇言求婚 都可不回答你 怎麼了有話去說呀 省會那邊的方案來源查清楚了 是一個陌生賬號做了方案發到省會郵寶 我花了點時間去查了這個陌生賬號的背後來源發些 是谷主 不可能 谷小姐就是冰湖 所以 有沒有可能他不只接了您的任務 您交代的兩個任務都失敗了 受益的 你說他還給了顧瘋華的任務 陳 我來給你送早餐了 給你帶早餐 來 怎麼 我們的顧總又開始帥小脾氣了 選櫃那邊的方案是你發給他們的 是 沒錯 你明明答應過我 你不會再騙我了 你想知道是嗎 好 我告訴你 是因為我先接了你父親的任務 我現在真的會相信你不會再騙 把我耍得像狗一樣吞吞轉 你覺得很好玩是嗎 你 傻你很好玩 你蠢你戀愛腦 這樣我勾勾手指呢 就像狗一樣搖著眉毛氣 你去好了 刺眼 你讓我清楚的知道了 我跟你的信任究竟有多個小便 你的信任 顧天辰 你能不能對自己诚實一點 你什麼時候信任過我 你說我沒信任過你 我被你做的事是個什麼 什麼呢 你只想去抓你抓不到的人 你從來放不下的都不是我 而是你埋藏了半年的不甘心 抱歉顧早 我跟你們好 你從今往後 沈月妍你讓站住 你有沒有想過 若你跟固穿前面有 沈月妍你可以無悔但真的無怨嗎 一開始就知道結婚 為什麼非要去嘗試 要捕捉你 怎麼跟個喪家之犬一樣 在流浪是你的主人不要你了嗎 不聽去 你這朵白蓮花終於捨得綻放了 對了 送的禮物你還喜歡 給我附近郵盤的人是你也是我 既然如此 男人不往非禮 我要送你一份大禮 我現在沒心情 我勸你儘快消失 沈月妍你幹什麼 你放開我 我只是不能給你看一個東西 沈月妍 你害得我徹底失去了成為不實 繼承人的機會 我又怎麼會讓你好過 顧天辰 你就這麼迫不期待嗎 嘿 沈月妍 發生什麼事了 不停車呢 沒了 我送你上車吧 喝點喝咖啡吧 謝謝 沈月 既然你現在已經離開故事了 要不然來我們公司吧 我們公司的福利也很好的 都是全幫啊 謝謝你啊 晴雲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劉總 好久不見 你跟工作批評四年美女相關 這次讓你羨慕我 他是 小票 你這是 顧助理這兩個月還好嗎 真的是秦總吧 再好 也沒有你這朵白蓮花開的好呀 顧助理還是這麼愛開玩笑 不過就以你那點本事 倒是走趟哪兒都有人照顧你 是啊 不過顧父總這黑眼圈這麼重 是虧心事色色太多了 這家也是一個好 哎呀 啊 不好意思啊 手滑了 不過 顧助理真是懷孕了 嗯 我聽說這作孽太多會斷死父孫 你是不是很欠貌 你 不過我記得虎助理應該還沒結婚吧 這麼做是不是對名聲不好 我說懷孕名聲再不好 也好過你放高麗袋呀 並且這還是私生女放高麗袋 名聲更差 你說呢 這不是虎助理嗎 你們兩個果然搞在一起了 天真 現在該相信我說的吧 兩個月不見 你還好嗎 問他我們去那邊吧 站住 顧總算跟你說話呢你沒聽到嗎 他還沒跟你說話急什麼呀 秦總似乎很喜歡多人所愛啊 顧天真 你說話給我客氣點 你跟月顏已經沒有關係了 哎 說話都注意點 顧助理懷著孩子呢 孕婦可不能生氣 竟然懷孕了 天吶 孕辰 那天這話這麼好 現在連別人的孩子都有了 那還真是要恭喜秦總喜當爹了呀 如果選了這麼一個門口懷呢你 秦總真的不會 快點 知道你現在叫什麼啊 你像個小孩子跟著 你竟敢這麼說故作 我私人的罪別騎 會排人場的許主管也少不了你 別騎 會排人場的許主管也少不了你 我和他指示 出席宴會打住 抱歉了 你的事情我沒興趣的 是民安 你放下 你沒資格過 管他們的野野男人 別讓他吹亂吹 秀情深不浅啊 剛剛顧總不是說了嗎 你只不過是陪他來參加宴會了 我和他的手 我總不等你也給我 陸市長 你給我 我都要看看 這裡面到底是什麼 好 既然你那麼喜歡我就送給我 畢竟這有些東西在意的時候價值千萬 不在意的時候 一門不遲 我都要去 天成 宴會裡多熱鬧 你一個人在這幹嘛 你這是 怎麼了 認清你自己的地位 我可以說的 你不配 他 誰啊 你是說古月言 他連琴玉的孩子都有了 你卻為了他責備我 師姐 這些年你在公司裡就用我的頭銜 你做了多少事我心裡都清楚 說到底你只不過是為了你自己 別再裝作聰明了 天辰 你為什麼這樣對我 你太過分了 你竟然討厭我 你還拉著我幹什麼 把東西給我 別讓我再說第二遍 國月爺又是國月爺 郭天辰我對你的好意都看不見嗎 我不會給你的 天辰 你弄好他好不好 我會一直陪著你 我會一直陪著你 憑什麼 我做多少事情都比不上他 你想要項鍊是不是 好啊 郭天辰 你去丁一里拿吧 嗨你看的人在找什麼 沒事 他會撈什麼 甚至什麼本人都有 你會一直給自己看 我會有一些 imas革 放手 一 行 我會 是 說 你會 叫你 回憶 你 我會 說 你 なんか 我會 你 我 builds a full experience 你越讓喝酒了 多悶啊我們姐妹來陪你吧 不要这么不识气了 你有病啊 神经病 对啊 有病 这个世界叫这么多 我喜欢一个最后片子 今晚的夜场到此结束 所有的人请离开 所有酒水免赞 是你 顾天成 我是来让你忏悔的 我有什么需要忏悔的 我知道你了 你就是八年前带走生育研的人 你不仅知道我 你还应该认识我 难道你忘了我们通过电话 是白狼 任务的筹金我已经付过了 任务的筹金你是付过了 但是 有些债 总归是要还的 你想说什么 你的任务和顾盛华的任务相差符合的意思 但你们都要天堂第一个人来贴 顾盛华的筹金 负你的三倍 没办法 可他不还是接了任务 两个月前 冰湖找到我 赔付了顾盛华三倍的五月金 他变卖了房钱 股票 只为了退掉顾盛华的任务 你猜一猜 这是为了什么 难了 他说 他不想再骗一个傻瓜 一个他喜欢的八年的傻瓜 这还没解释 天堡规矩第一条 任务第一永无软令 所以冰湖自愿退出了天堡 从此再无任务可遇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不可能 不可能 他刚离开我他就跟秦玉在一起 他现在毁了秦玉的孩子 陆天诚 麻烦你搞清楚 孩子究竟是谁的 陆天诚 麻烦你搞清楚 孩子究竟是谁的 什么意思 自明上的意思 那 那是我的孩子 你将他像流浪狗一样一脚踢开 他连住处都没有 请问顾总 你有什么资格嘲讽他 还有更多的账要算的 顾天诚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第一次见面你没认出来 还有 难道你不好奇 他为什么会有你八年前的照片吗 那张照片在八年前不是被烧毁了 以他的身手 拿的东西完全可以全上了 但就为了拿走你的照片 他不惜毁了中 你始终都不愿意相信他 他怎么回事 其实你告诉我他自己拿 自己走去 立言 谢谢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 肚子里面还有孩子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晴悦 谢谢你 你也 早点休息去吧 不用你来说谢谢 这些都是我愿意做的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照顾你一辈子 谢谢但 我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的 我去看看 好 怎么样 玉琛 你现在对不起 之前是我不好 这是 富天辰啊 现在说这些 得不及我有把门 之前我不知道 你走吧 碰我说了不想借钱 孤天辰 过去南山的时候 只有离开 月言 我会好好照顾你 月言 我一定不会放弃的 月言 你真的打算 就这样跟孤天辰算了吗 孤天辰 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如今各乖各路 不是挺好的 可是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怎么办 你真的打算让他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吗 我的孩子 我需要父亲 月言 顾天辰不适合你 但是总有人会适合你 你为什么不愿意给旁边的人一个机会呢 你心里有别人吗 即使是一具尸体 也是别人的尸体 我骗不到自己 更骗不到 我会给你时间的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努力的把你留在我的身边 这一次 故事和情势上一阶段的合作非常专攻 这是下个阶段的合作方案 希望我们下个阶段 依然可以举个不错的成绩 顾总你这一次想要找谁来对接 上次是我们故事出人对接 不如这次就换你们来 我 我们的人恐怕没有你们的人更加了解这个项目 秦总说笑了 我们故事最了解这个项目的人不是已经被你挖走了 而且你今天带预言来 不也是因为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那顾总你想要怎么对接 以前怎样现在就怎样 不过为了确保项目顺利进行 前期还是需要预言回到顾总 预言我已经有别的安排了 至于你们故事 我会换一个人去 那项目能否顺利进行 就看秦总的意思 顾天辰 你威胁我 秦总先别着急拒绝 不如我们问问预言的意思 如果顾市能出得起冰湖的价格 我身为顾市的全员工 应当处分 就想得到有杂志 我再卑鄙也是为了预言 我再卑鄙也是为了预言 再给我一次机会 不像某些人既舍不得项目 又想得到预言 预言 明天公司就 预言 他沒事相信我 顾助理你回來了 是啊想我了吧 想當然想想死你了 哦那個顧總跟我交代過了 你的位置一直給你留的 還真是我的御用寶座呀 那個 顧總現在正在開會 您先休息一會 我先過去一趟 好 顧小姐 顧副總請您過去一趟 顧天俊 他又搞什麼妖怪 顧副總果然還坐在這裡啊 果然是有手段呀 是 就你那點小伎倆還搞不死我 哦 可我聽說 顧勝華已經把你逐出故事了 哪有消息有誤啊 那就不老你費心了 我自然用我的吧 嗯 嗯 也對 你還要學不了的事情啊 我心而公聽 很簡單 顧天成縣附了你 那相當於我們有了共同的敵人 俗話說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不如你我聯手 只要故事掌握在我手裡 我可以保證你可以 你笑 顧副總俗話怎麼那麼多呢 俗人說俗話 而我這個人 就是不喜歡跟俗人聊天 沒見 這酒不只吃法酒 竟然如此 他別怪我不客氣 月嫣 你該怎麼做 你教教我 月嫣 顧天成 十點之前趕到重北費場 用你的命換他 是要做繼承人 還是要你的深月眼 你自己選擇 可是你肚子裡的孩子怎麼辦 你真的打算讓他生下來就沒有父親嗎 寶寶 你會怪我人你沒有爸爸嗎 顧助理 顧副總 你這不死心的勁 真是挺令人欽佩的呀 顧助理先別急著拒絕 你先看看這個 你想讓他來威脅嗎 我想當故事的繼承人 我想了一下 讓你跟你心愛的男人為敵 確實不好 所以我只能換個辦法了 你去顧勝華那裡證明那個資料是假的 我就放你的心上人 怎麼樣 這招啊 我見多了 你隨隨隨外面找一個人挑戰打敗一下 就讓我相信他是顧勝 死了就不信 等等 你心上人的手機 你不會不認識吧 沈月妍 你敢賭嗎 沈月妍 你敢賭嗎 好走吧 我同意 你這就答應我 怎麼了顧副總 你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警生啊 今天來的目的不就是這樣嗎 最好別耍什麼花樣 顧天辰威脅 顧天辰威脅 爸 他就是他的副總優寬人 這話告訴你 那優寬的東西到底是真是假 這還是我第一次見 三倍佣金的大雇主呢 你 你就是冰湖小姐 顧顧好眼裡啊 哎呦 我已經告訴他這份資料真實可靠 他還親自把您給請來了 這個孽畜 爸 你不認識啊 我說的話 我怎麼聽不懂 大人說話小孩別插嘴 沈月妍 你到底又瞞著我做了什麼 你最好說實話不然 我管你知道的 你 你這個孽畜又幹了什麼事在外面 也沒做什麼 你的好女兒啊 把你的嫡親兒綁架了 要威脅我 要殺人內口 顧天辰 你竟然敢 爸 爸你聽我解釋吧 你這麼好解釋的 這麼好解釋 許許許許 unnatural 即然你不讓我好過 你要是能讓 dun 輕易壓制住我 你的父親也就不會 Cao 我這個天榜第一請過來 艾 現在馬上去找少爺 必須給他全虛全員的帶回來 你 我怎麼生了你這麼的孽徒 那可是你的親人 親人 那不是一個老闆公式的野種 郭忠祐好像沒認清自己的身份啊 你才是你口中的那個野種子 從今天開始 你 你不再是顧家的人了 顧天天馬上就要死了 你把我也看出故事 就沒有人能夠再接你的故事了 你說什麼 你把天天帶去哪兒了 我老爺子你放心 我已經讓人去找你 是誰告訴你們他沒事的 我告訴你他已經死了 不然你不要再說我 我互相 我看你 你不要再走 你不要再走 我自己不再拍 你走 你走 我不要再走 我活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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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骗我 可是 我怎么会认不出你的样子 所以 根本没去 我本想找你 却铺了个空 路上遇到白狼 想着顾天庆可能会带你来这 就紧忙过来了 不可能 我的人为什么没通知我 你是说 那几个废物 解决他们 连十分钟都没有 我收到你的消息 就以最快的组 调查出来顾天庆还能被关的几个地方 然后听自大人走了一趟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顾天庆 从今天开始 你不再是否顾家的人 看我身上 顾天庆就交给你两个人 你陪我们顾家 有点点面 搬出来 朕有死意 那我也就不打扰二位的父子团聚了 先出去了啊 哎 改日 有机会我一定会拜访天吧 太晚了 这手 我去送他 我贵景好公司的 父亲 天晨 你跟他看过什么 啊 啊 阿賢 你聽到了吧 咱們的兒子喊我父親了 哈哈哈哈 月顏 布總我不是弱女死了不用送我 究竟我怎麼做你才能原諒我 我們之間只不過是各取所需而已 不是吵架不是鬧脾氣 更談不上原諒 你今天对我的情绪做不了家 我们都没办法放弃彼此 为什么不能给我个机会呢 机会 顾天审 一开始我就不认为我们之间有可能 你为我摘星 你要我跳舞 给了我一种错觉 但事实证明 错觉就是错觉 就算是错觉 我也希望给你一辈子的错觉 顾天审 你怎么样了 哪疼啊 没事 诚言 承认吧 八年 我们对彼此的爱遭遗入本 骗子 跟我去个地方 再决定原谋原谋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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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一整个星空都给你好不好 星星我全摘下来了 我们现在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可能 顾天审 我不是小女孩了 也过来幻想的年纪 我们放过比赛了 有的时候 好好选择一下 也没那么大 如果你不再抱有幻想 你为什么要对出天宝 你又为什么给顾生娃三位赔偿 你回答我 你都知道了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你行动可以吗 我只要给 你又可以 我们肯定 正式向深月嫣求婚 从今天开始 我名下所有资产 全部自愿转到深月嫣名下 此生只爱你一人 宠 信 护你 若为此时 天打雷皮不得好死 你就是好苦吗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方法能够留下你 这没戒指早就该是你的了 只是他又迟到了 这样一个迟到的我 你还要吗 顾山 我 我不知道 但是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 重新追求 对不起 看你心眼熟啊 放开我 把钱包还给我我就放你走了 老大被死过了 既然被你发现了 你这花是到了 跟我入天榜 只要你能混得出来 包你在这小店吃香喝辣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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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